少年秦始皇 在古老的中国 一个少年的命运即将为整个世界卸下历史 嬴政的父亲叫嬴子楚 又名一人是秦昭王的孙子 秦太子安国君的女子 不过这个尊贵的身份 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因为安国君妻妾众多 生下的女子共有二十多个 子楚排行居中根本不受宠 子楚当了多年的落魄质子 如今二十多岁了 环莫婚配 此时吕不韦送来年亲茂美帝赵姬 对赵姬十分宠爱 对吕不韦则更是感恩戴德 言听计从了 赵姬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子 就是嬴政 孩子在哪里出生 就采用当地的姓氏 嬴政深屋赵国 又是正月出生 所以子楚为他起名赵政 协议为政 后来起灭了赵国 他才从秦姓改名为嬴政 就这样千古一帝起始皇 在一位投机商人的策划中来到了人间 一个小男孩的画面 他正在努力学习建树和学问 这是一个官污权力策略和生存的故事 我们的主角是秦始皇 他是一个充满野心和决心的少年 嬴政八岁时 秦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 秦昭王去世 太子安国君即位 趁秦孝文王 画阳夫人为王后 子楚为太子 这时秦赵两国在赵国割地求和后 也吸兵休战 两国关系缓和了 赵国就把嬴政母子送回了秦国 安国君做了几十年太子 为秦昭王扶桑一年后 他正式秦王 进过三天就死了 接住子楚继位 秦为秦庄相亡 不过他也只做了三年的王位 就归天了 这样 年近十三岁的嬴政就登上王位 开始了他的秦霸之路 嬴政即位后 并未掌握实权 王政由母亲赵太后 和相国吕不韦把持 子楚未亡时 吕不韦就做了相国 并被封位为姓侯 到了嬴政做秦王 他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了 赵太后 赵令吕不韦做嬴政的重负 并带嬴政执政 嬴政的大半生 几乎都是在战争中度过 他是天生的枪材 天才的领袖 为了早日一统天下 他一边铁血清军斋 一边时刻关注山东六国的局势 他慧眼制裁 提拔了一大批文武名臣 其中包吕不韦